我从第一年住院医师开始就是一直都在碰脚墨的事情 所以我这一辈子等于是已经三十几年通通都在做脚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让她散见 你们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近视手术对一些不能够佩戴隐形眼镜 不能够佩戴眼镜的人 它真的是有它的需求 在美国开始就有这个 雷射近视手术 那时候叫卫生所 那申请了人体试验 觉得它的安全性有效性 是可以之后才通过雷射近视手术 可以正式引进台湾 那所以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叫做PRK 雷射趋光性角膜切除术 就在角膜上面中间 那我们会看瞳孔多大 那你瞳孔比较大的 我们切割范围就比较大 分精硬处的去计算你要多少度 那同时呢它也赏光都可以 你做一个椭圆形的切割 你就可以矫正赏光 所以它的准确性很好 雷射近视手术是安全的 有效的 但是你一定要评估 你的条件适不适合 华人世界普遍的都比较 我愿意捐 因为一个方面是全市观念 另外一方面是你没有了眼睛 你看不到去天堂的路 所以台湾的角膜移植一直都是非常的低 一年捐赠量大概都顶多顶多200克而已 那时候角膜都是从斯里兰卡来的 又没有好的角膜保存液 就是整个眼球这样送过来 所以一来马上就要紧急的通知病人 受证者 然后安排台刀房 然后马上要急诊手术 全科从主任到主治医师都要动员了 那后来是有角膜保存液的产生 一般就是7到10天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才能够从美国这样运过来 但是你今天从那边送过来 经过飞机的抖动 不像国内的自己的角膜能够到那么的品质 可以在短暂的时间之内提供给受证者 我就一直觉得应该要有一个严酷 但是严酷其实要让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卷宝又没有额外支付这个费用 那弱势的人他就根本就没有机会 你没有办法帮忙这些弱势的盲包 来恢复他的势力 这些都一定都是要靠很大的量才有办法 国内医院龙头台大医院因诊为疏失 爆发疑似全球首起将艾滋患者器官 植入五名病患的重大意料疏失 后来发生了艾滋病器权事件 大家就会希望卫生主管机关 要去正视这个问题 要怎么去改善器官捐赠的流程 跟它的品质 所以召开了一些专家会议 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提出了 应该要有一个国家级的盐库 也才有机会去提升这个捐赠量 一般来讲是200公里应该要一个盐库 那台湾呢500多公里 所以就要两个 像说我是颜科医学理事长 召集了各个医院 有在做角木医治的医师 大家共同来讨论 决定设在北部跟南部 因为卫福部它其实 它原先的规划是一个五年计划 希望器官捐赠登陆中心 来接这个国家盐库 基于社会责任 所以后来就是变成台大跟陈大杰 因为这两个是公立医院 大家说为了找那个空间 真的是到处去协调 然后找到空间之后 要设计要发包 四个月内之内我招募到人 我建了好空间写SOP 我说一辈子没有 比我要升教授还大 你升教授还要平 这是我销售还是怎么样 就是这四个月 但是真的无奈啊 又急 其中最惨的 因为它计划下来 它就是前一年它就要编列 结果要8000成报 然后呢到6月我就把钱用完了 它也不可能有额外的钱啊 所以它说真的是有够差 我们想台大医院这几年来 为了严酷计划 多付了1000多万 我本来想说好我咬牙撑过五年 就政府就接过去了 没有啊 已经超过五年了 就器官捐赠中处中心 就说他们没有能力 他们没有空间 没有设备没有能力 我不晓得后面 我要接到哪一年呢 我知道政府它已经觉得 它有这个钱来支持这个 它已经尽它最大的努力了 那我们这边呢 就变成说好我不接 就没了 那难道台湾又回到原来的时代吗 今天台湾的角莫的医师 都还算是很敬重我 他们也知道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那我也是把我全 几乎是在教学服务研究 extra的时间投入在这一块 人家国外是掩护的主管 是高级高薪的工作 我们这叫制共 是赔钱的工作 学校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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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学见的事 学校的体验 学校的体验 SARS的时候 它身上带了三个Beeble 回家都是非常晚 常常到 比如说十一二点 甚至到超过一点 超过半夜回家也有 然后回家还没吃饭 还没洗澡 所以我大概回來他去洗澡的時候 我趕快去煮點東西給他吃 然後中間還會隨時手機響起 喔 那個真的是 我到最後還在想說我們分床睡好 所以那個時候在醫護人員 也很多不敢回家的 會傳給家裡人 或者是回家會被鄰居嫌棄的 那時候確實是避免干擾 所以確實是分開 我覺得他對他的評價就是靠得住 那種感覺就是讓你覺得很安心 所以我不需要去安慰他 他只要存在我就很安心 我能夠給他的就是鄰居上面的一個沙漠的 然後讓他心無旁駕 可以在這方面去做該做的一些決定 你看他以前也可以都自己煮飯 幫小朋友帶便當 要在工作上承擔這麼多 然後有家庭可以照顧好 當然確實是非常不簡單 我曾經也問他說你為什麼愛我 結果他說我說 他如果是因為我什麼樣的條件 或什麼原因才愛我 這不叫做真正的愛 沒有條件的愛 不要看 討厭 怎麼能不看蘋果台 蘋果台全新上線 6月18日參考看看 感谢观看